我非常喜欢Bosch的这张图 它是500年前 它是一个非常牛的艺术家 你可以说是超现实 它画了三连屏叫城市乐园 城市乐园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在西方的宗教绘画里 基本上天堂和地园就是二元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天堂和地园是非常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两种场景 但是Bosch它画了这个三连屏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是天堂 右边是地园 中间是什么 城市乐园 是人世间 但是你整个看去这幅画 它没有特别的二元论 你看到天堂和地园 其实是同样的空间 只不过有不同的空间形态的表达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元素是贯通的 比如我们看到有很多破碎的蛋壳 在天堂里有很多那种 之类的 它可能是通向人间的这些 或者说是时空的一种 穿越的一种机器 包括到地图像里 它也有这种破碎的蛋壳 还有飞起来的一些鸟类 一些奇怪的东西 包括人和动物 人和植物的杂交 其实它都在探讨空间的连接 所以这张图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能表达 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空间 它是一个个空间连接起来的东西 它不是单一的东西 而且空间是连接人的 也是连接各种不同世界 不同空间的 所以从那幅画 我们可以看到 天堂人间 它是一瞬间 也是永恒 你可以说它是 在你有限的人类生命中 你可能是一百年 但是你在漫长的历史 人类长河可能是按千年计算 在你在地质时期 像我原来学地球科学的 都是百万年 上亿年来计单位的 所以空间和时间的关系 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我认为它空间 时间的一瞬 也在时间的永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